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2点半这样子 ok 吗 先到的人先去开门 好的嘞 成功月桃出来啦 它在里面啦 它在里面啦 我要领领一下 好想买冰淇淋 哈啰 你来个很早齁 就是她 美男的太子 你什么batten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我给你们介绍 Jasmine老虚 她七早八早就来这里做画了 看她画了什么东西 还没有画 所以好像刚才我讲的 她的美术天分是蛮高的啦 可是不懂她的 什么叫做蛮高的 然后不懂她的艺术 诶错 因为她的音乐天分到哪里 喝喝喝 在做什么我做什么啦 为什么你要跟屁虫 你还不是跟的 我那里有跟 我没有跟 你 我跟她没 你要不要跟住奶茶 出买呀 诶 她很了解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跟住奶茶后 我就把它拉进房间 看她能不能弹完整首歌 我是有天分的 我选了那个London Bridge给你谈 喂 我觉得我需要从Doremi发收开 我个也可以 那 好啊 看我的老师有没有那个天分调 老师肯定很厉害的 很有天分的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讲的 Jasmine 等一下等住奶茶她送上来 我们先上课 耶 耶 我从Doremi开始教 就直接Instant的那一种 就看一下哦 Instant教她 会不会Instant 会 这个门开着 等下那个人送珍珠奶茶 来她会敲门 这个是 两个Red key 两个Red key 你按按一下 两个Red key 对 对 有你 用力按按按 然后弹琴的时候手指要Curve 所以是to the right 是比较温柔的 to the left 狂野的 这样其实 你看我刚才以为她们有声音耶 to the right 比较高音的 to the left 比较低音的 你轻轻按她的声音就小声 然后拿这三只手指按三个Red key 然后手指要扣房 没有剪指甲 这么长的指甲 怎么去按 换手 然后这个 是Hit key Hit key 两个Red key 下来不是三个Hit key 嗯 所以这个Do l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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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是弹中间的Do 中间的Do 在这边 这个Hit key Hit key 然后这是中间的Do Do le mi 对 然后 所以是弹中间的其他的没关系 这是中间的Do le mi 然后这个也是Do le mi 可是它比较高的Do le mi 然后这个更高的Do le mi 然后往这边下来就是比较低的Do le mi 哦 OK 就是这个 两条底下的三条Do le mi 好 两条底下的三条 Do le mi了 好 过后 这三个黑键下来不是 不是 这个叫做 Fa so la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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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是唱Do le mi Do le mi 是用唱出来的 嗯 现在我们要跟它讲 ABC是吗 我们要记住它百键的名字 好 OK So 两个 黑键下来 这个Do le mi呢 它的名字叫做 C D E 百键啊 这个百键就是C 这个百键叫D 这个百键叫E C D E 那我按的时候我要讲 C D E 你可以先这样按 然后 C D E сто F F G A A B B 有 无限谱,不会读了 所以你用听的就好了 我要教你是Landon Bridge 然后你用听的先 听的来去找那个音 然后不要看我 你转到那边去 不要偷看啊 你会唱这首歌吗? 不会 啊,对不对 阿,对对对,你是什么 你这样这样扫 啦,啦 你弹琴的时候 不要一只手跳整个Key 你这样子看 你的手放好好在这边 五只手指你放在这边 然后就 不要跳整个Key 铭鼓! 顺着手指 不要跳 这样啊 手要Curve 起来 坐直直 脚不用那么开 你这样 再来 然后这样去是 你猜一下会是高音还是低音 你不要走掉了 然后就有 然后往这边 OK 我再次 后边啦 结束 哪里 你就按上那个Code 你就弹它的Bass 用这一支手 这是G 这是D 让我先认一下 这是G 然后就 然后继续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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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头 再来一次 可以的 你好试看 D 然后就Falling Down 你要这样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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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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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了 来 我们分享心得 好 你要我 首先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灯光很特别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他非常的欢迎我 这个新手 我今天活了三十几年 第一次弹钢琴 耶 好厉害哦 然后 我的手呢 我刚刚就跟我们的查理老师说 我的手已经痛了 他很努力练习 很努力在练习 我觉得我练习有两个钟吧 然后刚刚他就一直拍我打我的手 然后讲我的手太僵硬 你想想活了几十年第一次 我跟你讲 不是每一个人的手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的手是属于那种比较僵硬 你还不怎么灵活 尤其是刚学感情的朋友 就像这个Mr. Jasmine这样子的 那我奉劝你们 你们学的时候 按tot你就弹个dance就好了 因为呢 他是同步的嘛 他有connection的嘛 当这一只手指下的时候呢 前面这四只 也是第二只 所以正名他们是一家人 有这样讲 对啦 他们感情非常好 学生很有耐心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我刚刚的苦练 不断的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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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苦练 真的 我这只手指也是有在痛 再加上你看他这个手指的指甲 你看 然后真的是练到几只手指痛了为止 就非常僵硬的嗯嗯嗯嗯 然后我一直记不了到底哪里是哪里 然后像我活到了这个年纪 才去看那个五线谷 刚才你都没有看五线谷吗 就是看不了我就要死背啊 死记啊 其实看不了就是要用听 凭着你熟悉那一首歌 然后你听 听了然后就试着去找那个旋律 是啦 有一个总结就是学生的总结就是 即便你是一个 嗯 就手指不太发达 或者是第一次学的人都可以学 学会为止 其实这个东西是今天练一点 今天还是没有这么完美 明天再练 然后后天再练 因为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一天能够把一个星期的饭给吃完啊 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不用吃饭 省了一个礼拜 省了一个礼拜 我刚刚就跟彩妮老师说 我真的是活这么大年级 第一次这么认真了 这么认真的学 为了拍这个视频 这明年有看的真的是做得到的 办得到的 所以我是想跟大家讲 不要放弃 不管你是几岁 小啊老啊少啊什么都好 其实有恒行就能够做了 耶就像我一样 好啦 不要忘记 点赞 还有subscribe 还有分享哦 还有 要看花花的可以到他的IG 嗯 Chili Karzen 不要忘了点赞 OK 不 就可以帮你了 对 со 跟你说 好